男人为了能获得永生 竟然将自己泡在硫酸池里从而实现脱胎换 随着硫酸的侵入 他的整个皮肤被腐蚀殆尽 此时的男人已经面目全非 碰碰碰碰 就在这时一道金光闪出 一个魔盒浮了出来 打开他不但能重获新生 还能开盲盒的回到超能力 然而男人已经用光了最后的力气 最终被硫酸吞噬 看着池里的宝物 丧彪威逼小美去哪 可无奈根本够不着 但不死心的丧彪可管不了这么多 没有办法女人只能照做 可当他头发刚一触碰硫酸 就瞬间被腐蚀 吓得他只能退了回去 见此行不通 丧彪又想出一击 将机枪伸了过去 虽然枪被腐蚀 但宝盒还是被勾了回来 然而小美可能会让他轻易得伤 直接将男人扔了下去 就这样男人掉进了个硫酸池 没有意外男人也瞬间被腐蚀殆尽 最终小美来到了宝盒面前 激动的他缓缓打开了盖子 随着金光冒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不远处 一些奇怪的生物正在快速地闻解 没意外就变成了一只只满嘴獠牙的怪物 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抽到这样了 看到无法收场 此时的女人坐不住 她赶紧将宝物的东西扔进了硫酸池里 刹那间所有怪物消失不见 魔盒重新被封印 女人也重见天日